周杰伦自导自演过一部电影 刚上映时差评如潮 如今却被奉为神作 有人说这是周杰伦导演演生涯的遗憾 因为他开始就创作了一部 可能连他自己都无法再超越的电影 1999年转校生叶湘伦来到淡江中学 随处参观的他被一阵琴声吸引 接着寻着钢琴声来到一间旧琴房 他见到了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女孩 然而缘分才刚刚开始 巧的是女孩跟小伦在一个班 女孩的神秘让他总是忍不住偷看 也许这就是一见钟情吧 下课后阿伦主动上前搭讪 他询问女孩今天弹的是什么曲子 女孩点起脚尖 在阿伦的耳边轻声说道 阿伦对着女孩的方向问道 天公坐美放学路上下起了雨 阿伦借机又凑了上去 一股莫名的情绪在俩人心头蔓延 最美的不是下雨天 而是与你躲过雨的屋檐 阿伦开心地载着女孩回家 路上不断找话题想要了解她 可女孩每次都是告诉她这是秘密 索性最后知道了她的名字 小语很神秘 经常一段时间都不来上课 每次阿伦一问她去哪了 她都会回答在琴房练琴 这天阿伦在琴房练琴 阿郎和蛋头为了躲避教练 藏进了一旁的柜子 阿伦帮他们应付了教练 三人也就这么认识了 正准备回教室时 小语从后面出现 还俏皮地戳了一下她的脸 而叶老师正在处罚阿郎和蛋头 小语看到叶老师后非常惊讶 两人乘着晚风一起回家 他们坐在湖边吃甜头 我没吃过啊 渐渐地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有时就在操场旁吃便当 有时又会在琴房里四手连弹 老师文生赶过来一看只有阿伦 询问他另外一人去了哪 你们这些学生啊 真的是 知道我没看到 好好练琴 小语表示因为自己功课好 所以老师就没有追究 这天学校举行了一场斗琴大赛 叶湘伦公开挑战与豪学长 两人音乐天赋都很不错 但小伦还是技高益者 学长两只手弹出来的曲子 小伦只需要一只手 就这样轻松赢得最后的胜利 这不仅仅吸引到一旁的小语 也收获了同学琴依的欢心 看着叶湘伦有些不知所措 学着琴依的样子让阿伦送她回家 阿伦带着她去自己最喜欢的唱片店 她给小语戴上耳机 里面是阿伦最喜欢的曲子 小语听完后脸上带着惊喜 趁阿伦不注意 小语突然偷亲了她一口 随后两人来到天台上 小语突然有点呼吸不畅 她告诉阿伦自己患有哮喘 不能和男生牵手接吻 但她还是喜欢上叶湘伦 这时阿伦拿出一本琴谱 这是小语一直想要的那本 阿伦那天斗琴也是为了她 微风徐徐夕阳无限 两人献出了各自最美好的一吻 隔天在舞会上搭档 结束后又来到旧琴房 小语表示旧琴房马上要拆了 小语听后神色一变 于是把初次见面时的曲子交给了她 阿伦回家后看见父亲在弹琴 原来叶老师和她是父子关系 阿伦问她吃什么对气管好 伦爸表示多吃苹果就行 于是阿伦往后的半个月 每天都带着一个苹果来学校 但小语却一次都没再出现过 这天小语终于来到学校 阿伦传旨条约小语晚上在琴房见面 琴房里她闭眼让小语亲吻 阿伦一睁眼发现竟然是琴衣 门外的杜哥嘴里喊着小语 他来不及细想慌忙追出去 阿伦想不明白 为什么约的是小语 但来的却是琴衣 从那之后 小语就再没出现过了 阿伦也变得沉默寡言 很快到了毕业典礼这天 阿伦作为优秀毕业生要上台演奏 琴衣把手链借给叶湘伦 表示正能给她带来好运 台上阿伦弹起送给小语的曲子 而那个熟悉的身影也终于出现了 小语整个人脸色苍白 阿伦发现了她 但小语突然转头跑了 阿伦赶紧追了出去 两人在走廊上紧紧拥抱在一起 接着阿伦就被叫了回去 等她再出来时 已经不见小语踪迹了 阿伦询问阿郎和蛋头 有没有看到她舞会上的舞伴 两人却骂她神经病 表示舞会上都是阿伦一个人在跳舞 夜香轮猛了 脑海中开始回想起种种异常 这是一部周杰伦一辈子都无法超越的电影 草蛇挥腺腹卖千里 影片从这刻开始回收伏笔 原来在大家眼里 那晚舞会只有阿伦一个人在跳舞 而那天二人四手连蛋被发现后 老师没抓到躲在柜子里的小语 不是因为放过她 而是根本看不到小语 也是因为大家看不到 所以同学才以为阿伦的纸条是传给情依 这才有了情依为什么会来情房 夜香轮彻底猛了 她呆坐在小语的座位上 突然桌上开始出现一行字 阿伦赶紧回忆 但桌子再也没了回忆 阿伦急忙跑去小语家 婆婆让她进入房间 所有的真相慢慢揭开 1979年小语还是轮霸的学生时 她告诉老师 自己在旧情房里找到一本名叫 秘密的情谱 上面写着只要弹奏这首曲子 就能穿越时空 出于好奇小语照着情谱弹了一遍 却没想到周围的环境开始急速变化 接着就穿越到了20年后 刚把情谱藏起来后 夜香轮就站在了门口 正是两人的第一次相遇 此后小语发现每次穿越后 只有她第一眼看到的人才能看到她 于是来到教室 假装迟到的学生 坐在情依的后面 这也解释了当时小语进来教室时 为什么只有阿伦听见声音往回看了 但并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 有时候一眼睁开看到不是夜香轮 那阿伦这一天就遇不到她 这也是阿伦每次问小语没来上课 小语都会说在情房练琴的原因 那晚在情房 小语刚穿越到20年后 却被清洁工杜哥撞见 接着看到情依亲吻夜香轮的一幕 误以为夜香轮背叛了他们的感情 于是躲着夜香轮不肯见她 穿越回去后将这件事告诉了老师 但老师却觉得小语得了精神病 他嘱咐班长彪子多多照顾小语 但彪子转头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全班同学 所有人都在暗暗嘲笑小语 从此小语休学在家 更难过的是母亲虽然也关心她 但在她桌上放的是精神病药 晚上躲在被窝里哭泣 不久后毕业典礼开始 所有同学还是很排斥她 小语只好再次来到情房 弹起了那首秘密 来到20年后的毕业典礼上 夜香轮看见消失已久的小语后追了出去 就在阿伦跟着轮巴回去的时候 他看到夜香轮手上带着情依的手链 误以为两人已经在一起了 于是再次伤心地离开了 回到20年前 小语来到那张客桌前 一字一句地刻下夜香轮 你爱我吗 情绪过于激动导致气喘发作了 最终忘记带药的小语 永远地躺在了那张客桌上 一旁的小轮听完后泪流满面 他猛地冲出去来到学校 旧琴房正在拆迁 阿伦不顾危险爬进去 然后来到那架钢琴面前 指尖飞速地流动 他想回到20年前找到小语 最终在大铁球砸向他的一瞬间 成功穿越来到小语面前 可是也因为弹奏速度太快 阿伦穿越回了更早之前 此时的小语还不认识叶香轮 他们又得重新认识 但叶香轮相信时间无法将他们分开 因为他们都曾奋不顾身地奔向对方 影片也到此为止 每每看完都能唤醒我对爱情的向往 可能这就是周董的魅力吧 如果回忆会发出声响 那么今天的雨前惊雷和蜻蜓振齿都归你 强烈推荐家人们观看原片 别忘了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